翡翠手镯项链戒指 除了买来自己戴 不少人也爱投资 但民众可得睁大眼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入陷阱 新北市这间珠宝公司 这个月遭检警大动作搜索 因为他们涉嫌推销翡翠 匡骗民众投资 实际回到现场 珠宝公司大门紧闭 员工听到关键字 统统不敢回应 但检方调查 珠宝公司负责人 和底下公司主管 以高出市价一到三倍的价格 卖出翡翠手镯和翡翠套组 向消费者谎称 到时把商品放到苏富比 等国际拍卖机构 就会大幅增值 直到民众拿翡翠手镯去见价 才知道被骗 一共二十五人受害 不乏所得出估上千万元 新北地坚数一共带回十名被告 忍性负责人 以五十万元交保 其中还有一名理性原警 在买珠宝时 认识陈姓业戶员 两人近而交往 原警也成了共犯 最后以五万元交保 穿着制服认真执勤 李姓原警曾经帮助迷路老妇人 安全带他回家 被大赞热心助人 但这回却卷入诈骗案件 登上社会版面 华市新闻 刘俊南新北报道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雅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